開始射擊 陸軍官兵以命令射擊 八場變槍法 只是敵人不可能乖乖 站著讓你打 換上戰鬥姿勢 持槍快跑前進 射手從125公尺預備線出發 至第一個油桶 距離為20公尺 實戰話射擊 信義教官親自示範 先衝刺百米障礙 來到射擊點 三種姿勢 三種靶位 射擊穩定度 馬上見真章 最左側跪姿人行霸 至少中六發 中間模擬敵人招眼斃 也要打中四發 右側就算敵軍趴著 十二發以內 也要打中三分之一 射手換姿勢 準頭可不能跟著偏 未來一年兵看過來 這就是以後的訓練菜單 在去年底 在完成事情驗證後 我們已經開始針對師肢 來做一個培訓 那我們一樣按照 機械訓練 射擊預期 以及實彈射擊 來做一個訓練 目前各單位的師肢 人員尚有不足 那我們人員還要持續加強 速度排除後繼續射擊 包括學習卡彈怎麼排除 射擊教官培訓ING 畢竟事前準備再充足 親自下去跑 又是另一回事 你心裡有一分四十五秒的壓力 要通過兩個障礙 再到把位這個地方 換三個姿勢 但你已經進行了百米衝刺 你的呼吸正在起伏 的情況下 你還要瞄準 真的不容易 衝刺以後 馬上要把槍口對準加向低 遇到的狀況 還要記得應變 除了思緒要保持冷靜 日常體能訓練 也不能停留在 初操跑三千 那上肢的訓練方式 我們會採用 服務挺身 還有一些相關的輔助器材 像是槓鈴以及仰鈴 短距離的間歇者反跑 來去強化我們的心肺能力 那下肢的部分 我們會採用負重訓練 好比說是像深蹲之類的方式 訓練模式隨著兵役制度 不斷調整 因為瞄得準 打得中 才能談怎麼保家衛國